众所周知,JRPG这个游戏类型有着大量的粉丝群体 而这其中的一些顶级IP更是有着资深铁粉 就比如大名鼎鼎的传说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之前我们已经按照顺序分别详细介绍了前五部作品 本期我们要回顾的,是整个系列中有着重要地位 是传说系列第六部的正统作品 其优秀的表现代表了PS2主机精品JRPG 但是众多创新的内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就是重生传说 这里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怀旧灰狼 1995年12月15日 SFC版幻想传说发售 从此开启了全新的系列 经历了SFC和PS2两代主机后 南梦宫的传说系列 凭借众多简单易上手的玩法系统 开始迈入到顶级RPG行列 进化到PS2主机平台后 这个系列的画面表现和玩法系统 有了更大发展的空间 在此之前推出的宿命传说2 和仙乐传说都饱受好评 玩家对于新的传说系列游戏 充满了期待 2004年12月16日 重生传说正式在PS2主机发售 此前在任天堂NJC主机推出的仙乐传说 首次采用了全3D多边形画风 而这一次的重生传说 则继续保留了传统风格 场景地图采用了45度视角画面 鲜明的色彩风格辨识度很高 这也是传说游戏吸引玩家的重要元素 游戏的故事设定在被称为虎马的人类 和被称为家猪马兽人相对和平共处的世界 人类的智力更出色 兽人则体力更加优秀 且可以使用强大的元力 远古时代两个种族共同建立了卡莱吉亚王国 英明的家猪马族国王拉德拉斯 在60岁时突然神秘死亡 从此王国泄入混乱 人们将这一天称为拉德拉斯的黄昏 他的女儿阿加特 是唯一剩下的血亲和王位寄生人 辅佐她的是齐尔瓦 主角威谷 住在名叫苏尔茨的村庄 位于寒冷而美丽的北方 本想在这里平淡地度过一生 然而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可以使用元力 但是很不稳定 还把自己的青梅竹马克莱尔冰封起来 为了救她开始了冒险旅程 在队友毛 尤金 安妮等人的协助下 众人来到了王国首都巴尔卡 阿加特正在齐尔瓦的鼓动下 用月亮之力复活兽王 杰约克亚斯 试图把王国从混乱之中拯救出来 然而当杰约克亚斯出现后 却打算消灭狐马族 众人经过一番苦战 摧毁了兽王的身体形态 克莱尔也成功获救 被召唤的杰约克亚斯 在他失败后释放了仇恨力量 引起了狐马和夹竹马的种族暴力冲突 卡莱吉亚王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众人决定召唤其他圣兽 希望从土地上 清除杰约克亚斯的仇恨 主角团队 从狐马暴徒手中救出了阿加特 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阿加特暗恋一位狐马族将军 然而受限于两个不同种族关系禁忌 于是抓住了克莱尔 并使用原力与其交换身体 不幸的是 事件的创伤导致阿加特失去了原力能力 让克莱尔和阿加特 被困在彼此的身体里 复活胜兽后 仇恨被清除 但种族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卡莱吉亚民众持续的负面情绪 开始破坏事件 在杰约克亚斯的安息之地君主山 切尔瓦出现并透露 自己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宣布他将利用杰约克亚斯 摧毁红马族 并建立一个完全由家族马族统治的王国 众人击败了切尔瓦 杰约克亚斯也再次复活 影响切尔瓦和传播仇恨的力量 实际上是尤里斯 主角与尤里斯第一次交战 被其负面情绪削弱的力量从而失败 随着种族争端的消退 卡莱吉亚人民日益增长的积极情绪 给了他们摧毁尤里斯核心的力量 阿加特也恢复了原力 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 召唤出圣兽 击败了尤里斯 主角等人则继续解决王国剩余的冲突 游戏故事到此为止 生动的角色塑造是系列优良传统 重生传说自然也不例外 众多鲜明的形象 加上知名声优配音 给玩家带来了动画电影式的流程体验 令人印象深刻 男主角威谷从小就是个孤儿 被克莱尔加收养 不同于前几座阳光型男一号 他是个冷酷型 但有着热血的性格 尤其是为了青梅竹马克莱尔 他可以使用冰之原力 在战斗中挥舞着双手大剑 声优是慧山修之 代表作品包括悠悠白书飞影 投文字地中李 名侦探柯南荆棘真等 女主角克莱尔 虽然是名义上的女一号 但是在游戏流程中 大部分时间都因为绑架而缺席 同时也没有参与到团队战斗中 声优是安田未央 代表作品包括 HRO 夏日阳光 田敦韦的 毛 一个充满活力的阳光少年 使用着与其造型相符的伙执原力 对自己的童年没有记忆 开朗的孩子气性格 在冒险团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声优是渡边明乃 代表作包括火眼忍者多游野 银魂禄傲的 尤金 一位中年家住马战士 会晤着长矛 且使用钢铁原力 曾经在王国中是一位强大的指挥官 受到众人尊敬 毛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 声优是十种运生 代表作品包括 横山光辉三国志周瑜 灌篮高手 田刚茂一 明镇探柯南 钟森银三 头温四弟 藤原文泰等 安妮可以使用与之原力的少女 由于父亲被游金杀害 以至于对整个家住马族都非常同分 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放下了个人恩怨 成为了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声优是师岛精子 代表作品包括 蜡笔小新 野员新支柱 新机动战绩高达W 莉莉娜等 泰特雷 工人出身的青年 可以使用木制原力 直肠子性格的他虽然经常惹来麻烦 却是整个队伍中始终坚定没有迷茫的成员 声优是山口盛平 代表作品包括 名侦探柯南 工腾新衣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神功四右 机动武斗转G高达 蔡采师等 谢尔达 胡马和家主马的混血 充满了妖艳气息 且拥有强大的魔力 被两个种族所排斥 声优是大元杀烟像 代表作品包括 名侦探柯南 白鸟杀罗的 阿加特 本作中的悲情人物 为了追求爱情 使用月之原力 与克莱尔交换身体 最终以自己的死亡 拯救了王国 声优是小元惠美 代表作品包括 美少女战士 木野真琴 拳击鼠狂潮 夏宇芳等 传说系列 最具代表情的特色系统 莫过于类似 街机动作游戏的 手动战斗 从初代幻想传说的 线性动作战斗系统开始 每部作品都有改进 并衍生出 更长更复杂的新名词 这也成了 传说玩家的一个经典 这次的重生传说 进化为 三战线式 线性动作战斗系统 最大的变化 的战场画面 玩家 角色和敌人 可以在战线之间 自由移动 可以通过范围攻击 造成更大的伤害 敌人毅然 这就让玩家 有了更多的战斗策略选择 新的系统 有些类似之前 SNK格斗游戏 恶狼传说 能看出设计者 是想打造出 平面式的战场 取代之前的单线式 但是游戏实际体验 并不好 三条线基本都是 各自为战 混乱的同时 失去了以往那种 敌人聚集的 简单爽快感 这也是本作 被玩家诟病 比较多的特点 在以往的 传说系列游戏中 BXG的使用 通常是消耗TP 而在重生传说中 则是顺应 游戏世界观的设计 采用了原力值 玩家可以通过 菱形的计量表 清晰直观地 看到不同技能 恢复时间 此外还有全新的 Rush Gauge 简称RG 随着战斗进行 RG值不断提升 积攒满后 进入类似狂热的状态 攻击力提升 必杀技 需要双人配合 在严苛的条件下处发 威力巨大 且有着华丽效果 重生传说发射后 取得了59万套的销量 在当年 JRPG市场下滑的环境下 算是不错的表现 游戏中大量先影的元素 都让玩家感受到 开发团队 不甘于限制中的 开拓精神 但战斗规则等内容 引起了不小争议 导致玩家口碑一般 此后还移植到PSP掌机 从游戏的整体表现来看 本作对于从未接触过 传说游戏的新玩家 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是对于系列老玩家来说 却是不容错过的经典 其宏大悲壮的故事 和深入人心的角色 称得上JRPG优秀代表 如果你最近玩你的三夜大作 不如换换口味 跟着我们来一次 复古怀旧之旅 铁老游戏的魅力 传播游戏文化 共赏地久艺术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贵求各位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